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也是极其少见的 所以飞机上一般而言 也是不会配有专门存放的空间 而且机组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通过技术手段 通知地面机场人员和乘客家属 并且呼叫120紧急救护车 所以我们平时坐飞机的时候 也会发现有些航空公司 会对乘客年龄和病史有一定的限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